中日傍晚说明以色列人 涌向特拉维夫街头怒吼嘶喊 要以色列政府把人质带回家 引爆新一波悲伤与愤怒抗争的导火线 是以色军方又找回6名人质遗体 军方表示6人的遗体是在南加萨拉法地区的地道找回 死亡时间约在48到72小时前 其中一名死者是美国籍的加州大男孩贺许 官方表示贺许和另外三名刚刚变冰冷遗体的人质 被列入目前谈判中的停火交换名单 消息传出后明天的怒火全部烧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我怒气 我惊喜 你看这里只是惊喜 我认为我们有一个犯罪的政府 犯罪的政府让独立人被逮捕 只为共同事 但是更心碎的是煎熬了三百多天的人质家属 这一次拥抱亲人的希望突然破灭 我们知道她是生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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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尔玛在独立人被逮捕 我们要做一个交换 但是纳坦雅胡把契机无法透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责任 全都怪罪哈马斯 对于纳坦雅胡的托词 民间感到极端厌倦 入夜后示威群众封锁特拉维夫主要道路 燃放篝火和警察对峙 一路撒冷则是有群众涌向总理官邸外抗争 以色列最大贸易公会 现在也号召全民从周一开始进行全面罢工 要逼政府收手停火 救回还活着的人质 这一新闻众后报道